帕米尔高原 古称聪林 也是古丝绸之路的南线 被誉为世界屋脊地带 孕育着新疆几十座海拔 七千米以上的山峰 这里有一只自称是鹰的传人的古老民族 他们用鹰骨做成笛子 能吹奏出山呼海啸般的声音 这一集雷天掌成为冰山上的来客 寻找帕米尔高原那流传千古的低鹰 塔什库尔干本意为石头城 当地人习惯称它为塔县 这里几乎是中国的最西端 与巴西斯坦 阿富汗 塔基克斯坦 三国接壤相连 全球十二座八千米以上的高峰中 有四座都屹立在此 这里就是东帕米尔的腹地核心 现在是在这个喀什街头 十一国庆来到这个喀什呢 订房子是没有房间 然后订车也没有车 可想而知这边有多么的走窍 晚上十一点 即使是喀什也已经入夜已久 我马不停蹄地跑了好几家租车行 得到的回复却是没有车了 可是如此广袤的土地上 没有车是万万不行的 我只能集中生智 继续寻找 有车吗 一点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我在那个市场上见过你 在过吗 你好 你好 我一直关注过你 他周游世界跟你好多 他做这个纪录片的形式一样的 你身边民意特别多 还是就想出个车也没有 这后没车啊 你什么时间用 明天算 我想办法我给你找一个 我就要明天走 我给你走吧 有个吉利 你们就要看 太感谢了 真的很好 大家看到了吗 我走了好多的租车的地方 全都买了 全都租不到车 不管怎么说还是租上了车了 要谢谢这个热情的新疆人 老板不错 租给我车 然后现在我们要去调势库尔干了 但要去那之后我们要先办一个边防证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先去办证去 哇 喀什的骆驼都上街了 这是在拍电视剧吗 所以看到我来到这个喀什的国际自家车与房车营地 来办理这个边防证啊 这么多人 哇 现在我感觉人特别多啊 至少不要排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现在呢 雷探长呢 以四十脉的速度再往前走 往这个塔什库尔干方向开了 现在是一个上山公路的开始 去塔什库尔干呢 如何办理这个边防证啊 如果你是县县户口的话呢 带上你的户口本 外地的话呢 你就拿身份证啊 去这个自驾游的机构呢 去办理就行 现在呢 两边这个山道逐渐往这个帕米尔的景色上来走 但是你能看到很多这个白杨树的吗 这边的白杨树是这边的一大特色 在我的这个角色这边是 帕米尔高原的雪山 前面又是一棵大的雪山 哇 大家看啊 我现在呢 海拔是在这个2307米啊 身后就是帕米尔高原上的雪山 你看雪山多么的庞大 阳光照的雪山上 这张衣服 广袤的IMAX一般的画卷 此刻呢 我来到了中巴友谊公路 这个中巴友谊路呢 也被叫做喀拉昆仑公路 这条路的它的起点呢 是在这个南疆的喀什市 它一路呢 穿越了这个喀拉昆仑山 还有这个帕米尔高原 喜马拉雅山 但还有新都布什山等等这些地方 最终呢 来到了巴基斯坦 可以说呢 这个中巴友谊路呢 它当然是中巴友谊的捷径 这个中巴友谊路呢 它的全长是1032公里 在中国境内这部分呢 是416公里 巴基斯坦部分呢 是616公里 在上个世纪呢 中国跟巴基斯坦呢 派出了很多的工人一起来圆建这条路 在这条路上呢 总共死去的这些 呃 圆建的这些工人呢 有700倍 也就是说 平均的每公里都有一名建设者牺牲了 大家看 现在来看讲呢 来到了帕米尔高原的卡拉库里 它湖面的倒映着穆斯塔格山 穆斯塔格山上的这个穆斯塔格风呢 它又是帕米尔高原上的冰川之父 今天有一块石头上的 算是招牌啊 上面写的是聪明圣灵 为什么叫聪明圣灵呢 在这个古丝绸之路时代呢 帕米尔高原呢 被称为聪明 所以自从这个汉武帝呢 打通了丝绸之路药道之后呢 聪明的就成为丝绸之路的毕竟之路啊 一条重要的关口 聪明这个帕子呢 就留了下来 瓦雷那种看到外面啊 这个风沙特别大 现在呢 雷太长呢 一路要往这个塔什库尔干进发啊 两岸都是这个帕米尔高原那些山 街山呢 似乎呢 就像士兵样子的守卫着祖国的边疆 我看到很多这些工人在这边 0033在这边修这边的路跟那边瞧 太不容易了 现在呢 已经就马上就要入冬了 真的要为他们的心情劳动表示致敬啊 我刚从加油站出来 马路对面站着一位高鼻深目的妇人吸引了我 恍惚间 我还以为我刚在欧洲小镇加完油 她完全是欧洲人模样 难道她就是塔吉克人吗 你是塔吉克族 塔吉克族 你很漂亮 你漂亮 牙也很好 你在听这个歌是吧 塔吉克的歌 你看 你看 你的朋友圈好丰富啊 你看这朋友圈这么多啊 太多 你平时做什么工作呀 中地还是什么 老师 退休了 退休了 车来了啊 好 再见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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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思啊 早上在这个加油站加一个油 然后碰到了一个塔吉克的姐姐啊 她还先是退休教师啊 中国塔吉克族世代生活在塔什库尔干地区 是新疆市居民族 欧罗巴人种 地中海类型 是中国唯一的原生百种人 他们皮肤白皙 身材高挑 五官深邃 鼻翼高挺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 中国境内的塔吉克族 总人口约五万亿千人 现在为了找这个塔吉克人生活的瓦恰乡呢 雷店长呢 又步入这个大山深处啊 这真的是大山 到处都是悬崖峭壁 和这个裂谷 这裂谷应该也是上亿年前 这边河流冲出来的峡谷 雷店长呢 知道瓦恰乡好像还要绕绕着 不再往前走 从来这个过去就是塔什库尔干县 今天其实有很多工人在这边架起了 这样的这种电线 要往这个农村啊乡里去通电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河南贾湖村 出土了距今九千年的谷笛 这里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乐器食物 而在遥远的帕米尔高原上 塔吉克鲜明也让鹰翅谷制成鹰笛在此传奏 以鹰谷为笛 少了几分竹笛的灵秀缠绵 但却充满了雪域高原的激昂与多彩 象征着塔吉克人羽鹰的深情 哎呀 现在哪里它长的在这个 它这边的雪光场啊 来看看哪里有鹰笛的影子啊 我问一下你 您知道哪有卖鹰笛的吗 鹰笛 有了这种的 没有这种的 为什么没有真的呢 就是假骨头啊 假的也没有了 哪里有卖鹰笛的 就周围这边 不知道了吧 不知道了 老板 你这哪有卖鹰笛的吗 美女问一下哪有就卖鹰笛的 哪有 你这哪有卖鹰笛的 不知道啊 很多人都说这没有那没有 这没有那没有 这边有两位老哥手拿手啊 心影不灵 我打探了一路 都没有轻眼一睹真正的鹰笛 眼看着这条街都要走完了 我心中的一盆冷水也即将浇下 可这时不知道从哪里突然间冒出来了一家店铺 它经营着传统的塔吉克服饰 虽然我看中了一顶帽子 可是我还是不甘心的再次询问起鹰笛 没想到漂亮的塔吉克女老板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这五千 五千 五千 五千是 一对是吧 对 这鹰的别的地方没有 别的地方没有 得有鹰 得有鹰 五千好像稍微有点贵 一万的也有 一万的也有 嗯 其实这个声没有 吹 哎呀 我吹了点高原反应 真有一点 因为你一直在吹 吹都没有劲了 眼前的美女店长告诉我 塔吉克英迪 刚好是老鹰翅膀的左膀右臂 就像一对情侣 所以塔吉克族讲究吹奏的英迪成双成对 但是她看到我孤身远道而来 还是同意了我收藏意志的心愿 但是不知道这只英迪将来是否能跟另一只英迪再相见 帕米尔啊 我的家乡多么美 哇 姐姐这个手套 好了 你拿上了 嗯 就是一千五 对吧 对 还有这帽子对吧 对 送给我 谢谢 然后这帽子是三百 行 好了 再见 再见 好 塔吉克人世世代代居住在帕米尔高原上 他们是离天最近的人 也将鹰视作图腾 甚至连舞蹈都与鹰的习性和姿态联系在一起 于是形成了塔吉克族的特有舞蹈 鹰舞 人们将手像鹰翅膀一样拖举起 模仿着鹰的飞行 鹰舞也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你觉得我笔子真的吗 真的 抓错了 是整个山羽里面一半的 抓错了 对 你看 这个距离错了 3个洞 你不是那个山羽的大帽子 三个洞 多约 多约 现在没声音你看 你看看吹吹了多久 是不是特别费劲 特别费劲 我现在真的是吹不出声 离开前 我向他们询问 哪里有制作音笛的匠人 鲁提克这一名字 不止一次出现在他们的口中 据说他是音笛制作的传承人 可是帕米尔高原这么大 鲁提克又在哪里呢 于是我开始四处寻找 你们好啊 你在西方啊 你们在这生活冷不冷啊 不冷 老大爷出来了 这是你的爸爸吗 你爸爸有多少岁了 70了 你们好 你好了 你会吹银笛吗 我可以 银笛 银笛 不会 不会 不会吗 我 你也不会 哪里有银笛你知道吗 哪里有 你们这个瓦菜有没有 瓦菜没有 没有 妞妞 别不让你走 这是你的女儿吗 你很可爱 摸一下 我摸一下 我摸一下 哎呀 你懂他啊 盘笼古道 就是你住的那条四大堆就是盘笼古道 就四村在那 谢谢了 你们都是塔吉克族是吧 对对对 你们很好看 很帅 走啦 现在雷探掌呢要前往这个盘笼古道啊 大家看这个盘笼古道它是去去弯弯的这个山路 像肠子一样拐到山上去 现在雷探掌呢就一路的攀爬啊 向这个盘笼古道的山上走去啊 上来这个盘笼古道的时候 还遇到一个知情的人他会给你记录 这个每一个上盘笼古道的车牌号 还有多少人上去他都会过问啊 为了寻找英笼传承人 我不断询问沿途的村民 正好经过盘笼古道 这是一条去年才修缮完毕投入使用的新路 但却是瓦下乡直通塔县县城脱平致富之路 它全程36公里 蜿蜒的600多个S型弯道 使它的海拔落差达到近1000米 从高空俯瞰好似一条黑龙盘旋在昆仑山脉 现在呢来到这个盘笼古道的最上端 大家看底线那个就是盘笼古道 600个弯道在这里曲曲盘旋 像那个场子一样 但是人们为了这个上山啊 真的开凿了这个盘山公路 才能够尽快的上来 其实我觉得在这开车呢要注意一点 第一呢要放慢速度 第二呢要脚要时时刻踩着沙车 因为对面撲来一些车 因为他们是下山嘛 你要是往上走 他们下山速度会快一些 刚才那个写的挺好的 你已经走过了人生的所有弯道 今生定是坦途 借他吉言吧 哈哈 那雷探长呢来到了这个 他现在怎么样 来寻找这个会做英爹老人 你好你好 你会坐吗 这是鲁提克的儿子 鲁提克的儿子 他在是吧 在 这是鲁提克的儿子 这是鲁提克的儿子啊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我们那个从上海来 能不能就是去你家里看一下 你给我介绍介绍也行 那我坐你车了啊 这鲁提克音乐已经想起了 对对对对 他们的乡里面其实呢 现在也盖了很多的新房 生活的也是不错的 我听说鲁提克到喀什参加婚礼去了 是吧 是吧 你好你好 哇今天刚好是秋天啊 你看这个 他们的家里面都很漂亮 这鲁提克的家都很漂亮 这里面塔吉克人的装修风格啊 嗯不错不错 哦是这样子啊 是羊皮的吗 羊皮的 你平时也学习那个做鲁提是吧 你爸爸教你啊 我爸爸是吧 你不做是吧 那我还买了一个呢 给花纹 这个好啊 这是鹰骨头吗 你买多少钱这个 这个一千 一千多吧 一个 我不知道好的鲁提什么样子 太小啊 那我看看有没有大的 我还没见过大的 这已经做好了 塔吉克的这个传统鲁提 上面还有花纹呢 不好太小了啊 放着可以啊 吹也能吹 但是挺难很难吹 不行啊 得知我远道而来 虽然鲁提克外出不在家中 鲁提克的弟弟阿米尔江 还是转身从一旁的小屋里 拿出了一对鹰赤骨 他说虽然艾美提从来没有亲自制作过 但是从小看父亲制作 耳容污染之下 应该问题不大 我想着鹰赤骨的稀有难寻 难道我这是把传承人的儿子 提前逼上梁山了吗 这个骨头就是那个还没锯开的啊 做出来是不是就干净一点 就成白的了 他拿这个就是一个小撮 去把它这个已经干化了这个肉 我们就给它削掉 它削得非常的底细啊 就真的是用很大的力气去刮 把肉都刮掉啊 我也是第一次建这个老鹰骨头 其实比想象中要轻一点 我觉得很沉的 你叫什么名字 艾美提 艾美提 上面的肉末肉渣了都给削出 而他们用的是那种自己的那种方法啊 刀工我们不是很习惯啊 不会这么反的去削 我怕把手给削了 然后他现在在用这个沙纸开始打磨啊 哇空气中已经开始产生各种灰尘了 哇一下变得好白啊 头现在是不是要去掉啊 是不是这个长度不一样 吹出来声音也不一样 对 艾美提呢 他正在用这个笔啊 量出了他所要的长度 不要心疼这个长度啊 因为呢笛子它总要有个长度的 你不能过长也不能过短啊 26.5 你看我这个量一下有多长 22.5啊 我不得不给大家形容一下 现在是个啥什么味道啊 我以前钻过牙齿啊 就是骨头预热之后的一种味道 这就要找一个大桌子了啊 哇再磨骨髓 都给它去一去啊 我也来常常来笑啊 它钻的时候那个骨灰啊 就是空中都在飞 因为肺里面我有好多老鹰的骨灰 我也过来撑金了 哎你叫什么呢 阿米尔江 阿米尔江 江是强壮什么 强壮的阿米尔 哎你是那个就是鲁提克的弟弟啊 亲弟弟啊 口再打磨的再好一些啊 哇这个盆里面一堆这个老鹰的肉血啊 但是这块骨头打到最后之后呢 已经显得显现出很白了 他特地给我说这个为什么 我这个是黑的 它那是白的 他就说这个是新的啊 它那个白颜色的呢 是死在山上的老鹰啊 有七年了 骨头呢被太阳晒过了 嘴里面的那个油都晒掉了 所以说它就是白骨了 银笛好做 银骨满血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传说中 银能预知自己的死亡 而这些天空的霸主 在临死前 会选择朝着太阳的方向 一往无前 直至被太阳融化 所以在地上几乎捡不到银骨 只有在高原地带 才有牧民在山上偶尔捡到银的尸骨 这边的钻头真的是各种各样的 这都是金属的 各种各样的 她拿着那个新竹都跟那个做好的成品 开始再做一次比较 她是想做那个模板 把那个孔画出来 这老奶奶非常慈祥地看着孙子做银笛 接下来呢 MAT呢就要钻这个小孔 小孔呢其实在 我看了在银笛上就三个孔 钻这个洞也是挺能钻的 因为她花了好长时间 一直往里面钻 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开炉手术是一样的 哇这个骨头刚才还是这样子的 现在做出来之后第一次可以吹出声了 太激动人心了 现在由于刚才那个他们用那个钻 电钻在那儿钻 所以现在这骨头还是热的 哇原来这个画纹是它这样雕出来 也就是说这个图案是可以传承的 老鹰后面是一连串这个塔吉克族的花纹 他把铅笔染进去啊 好原里面的黑色颜色是铅笔啊 就是再沾一沾 MAT呢他已经把这个音笛完全传承下去了 历尽千辛万苦啊 这个MAT把这个东西做成了 青出一来剩余了 哇大家看啊 左边这个是那个鲁迪克的儿子MAT做的 这是鲁迪克做的 大家喜欢哪一款呢 这个是最好的是吧啊 老鹰在上面 这个多长 27啊 27年半 27年半 那是一个长的骨头啊 最长的有多长呀 最长的 30 30 没有没有 这个长的吗 嗯 气不够 气不够我也发现了 就晕了都 这个出来的是你们最好 我练一练是不是也能吹 你也练心一下 可以了对 我听说是这三个洞 摁住就是一个音 啊就可以吹了啊 我现在吹出了老鹰挣扎的声音 以前你小时候为什么不学着做呢 打工去外面干别的 我明白了 做这个不赚钱 做别的赚钱啊 这是什么东西 口弦 不知道这是什么 哦画眼线啊 哎呦 变好看了啊 这石头是吧 这个石头我自己做的 你自己做的啊 用2500年的石头啊 这个名字叫什么 Satsbomji 大家知道啊 这塔吉克的这个画眼线 叫Satsbomji 据说就在这边 就能画出来 这已经画上了是吧 画画里面的啊 要解这个画 这是Satsbomji 噜了一遍 哇 一下子变成有种 埃及埃及腰男的感觉 他就使劲在上面蹭啊 再画另一只眼睛是吧 我像那个贪婪的巴依老爷 你们都把你们西瓜 和阿米瓜都交上来 塔吉克族的这个眼线笔啊 Satsbomji 这个用的是什么 看电脑 看电脑 看 这个那个手机看 眼睛的那个上没有 噢不累啊 还不只是画影线 就说你要是玩手机 玩电脑眼睛就不累啊 还有这么个作用啊 Satsbomji 阿米尔江还种了这个马卡啊 马卡什么样啊 就这个是吧 其实不用我多做介绍 应该知道的人都知道 马卡是什么 你这个马卡要怎么做煮了 还是什么 你可以说汤放可以吗 最好 汤里可以放啊 可以挖一个啊 今年马卡很好 哎呦 一斤卖多少钱 湿的嘛 湿的嘛 两百 湿的卖两百 干的呢 三百 干的卖三百 那干的就跟中药似的啊 这叫什么雪菊啊 几月份出来 几月份可以 哇这就是雪菊啊 他们这边人喜欢啊 把鹿一分为二 一边种雪菊 一边种它的马卡 他们这些男人为什么这么强壮啊 天天抓一把那个什么马卡叶子 嘴唇叶子就开始吃 哎呀出来了 把土都挖出来 我担一担 我把这个野草 给羊吃的跟这个马卡 都挖出来了 原来这是马卡 哇尝一个 原来马卡是一种辣萝卜 虽然这个辣我也能接受 但是还是挺辣的 而且我感觉 好像兔子一家一家就吃了 大家看哦 这就是帕木耀高原 真正种出来的这个马卡 只能男人吃嘛 有点吃 大家看现在的海拔呢是 三千零五十二米啊 现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 种穿这个马卡 我就不信它这个作用不好 种的话也是就是自己种啊 最终呢就特别的实在这个地方 他家前面那儿就是雪山 雪山脚下种马卡 再看他家那儿又是雪山 喝的水也都是雪山上下来的水啊 对对对对 这就是帕米尔高原的好处 你看他们高原的身体都特别好 哎呦 强壮 吃马卡吃的 由于这里的海拔实在太高 吹奏英迪大量的消耗着我们的体力 来院中透气时 阿米尔江自豪的给我展示着他种植的马卡 不过这时很多客人也陆续的来到了他家 他们拿起桌上刚刚做好的英迪试着吹奏 各地流派纷纷汇聚在此 即将展开一次英迪界的华山论见 今天呢我们这个英迪的五大门派都聚聚在了这里了 这五大门派呢将一起演奏一曲丝绸之路 好开始 这些打击个男子们每人手里都拿着一只英迪 放在嘴边向左倾斜 两手灵活交替刚进飞舞 苍茫永远的笛声婉转而出 在英律中我偷看他们的眼神 犹如雄鹰俯冲山谷熬然飞翔 一曲吹笔 艾美梯决定将他刚制作的英迪赠送于我 希望我能将这来自冰山上的礼物带到更远的地方 我们感谢这个艾美梯给我做的 那我们走了 哎朋友我送给你马卡 他送给我一斤马卡 哎呦呦那太感谢了朋友 希望大家都来这个塔线买他家的马卡 哇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我们希望这个英迪的这个技术 能够在这个艾美梯跟这个阿米尔将着一直传承下去 从我的帽子到这个眼线到这个马卡到这个英迪 都是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个也快了 这个也快了 再见了再见了再见了 我会再来的啊 再见再见 世界上有两种人 索取者和给予者 前者也许能吃得更好 但后者绝对能睡得更香 塔吉克族作为英的传人 传承着自由与豁达 不间断的让这最美的品格永远传承下去 告别了英迪传承人 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 塔吉克人的婚礼传承了千年 护手细致勇威 体现了帕米尔人的生活 下一集雷电掌将记录一对塔吉克最漂亮的新人 带你领略塔吉克的传统婚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希望你电影 哎呀 方员